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1日 刚才谈到了王晨 人大副委员长 再来谈谈黄坤明 中宣部部长 政治局委员 黄坤明今天也参加了一次会议 这是他领导下的一个领域 也就是今天新华社报道 中国音乐家协会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还有中国舞蹈家协会 11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出席开幕式讲话 你看谈舞蹈 谈音乐 黄坤明也要去讲什么呢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还要他们牢记 祝托铭记出心 为时代放隔 为人民起舞 为祖国喝彩 你看听了这个词以后 感到灵人肉麻 不可思议 你想音乐 它的应该是跨越这个 阶级的啊 阶层的国界 这样一个艺术啊 舞蹈呢也是一样 你说这个和政治有什么关系 但是不行 中共统治下所有的权力基于神啊 为什么说极权统治呢 这个党政军啊 大权都在西平手里 那么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 也到听他的 同样啊 你各个领域 这个文学艺术 书法绘画 这是什么 这是音乐和舞蹈啊 也在听他的 我就觉得奇怪 你说要没有习近平之前 全世界到处都有音乐 都有舞蹈 那是怎么搞的 所以中共这个 是非常可笑 到了现在 统治的默契了 就生怕自己垮掉了 所以利用所有的部门 包括音乐啊 也要什么呢 要被 表面讲是 为时代放歌 拿着时代放歌 被习近平放歌 说为人民起舞 其实就是为习近平起舞 是不是 你看这里边讲的非常明确啊 说是 怀着 让他们怀着 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和赤诚 深情欧格伟大的党 人民的人 英雄的人民 说推出更多记录 新时代 刻画新时代的优秀作品 要坚定文化自信 你想哪有自信 你要是有自信的话 就不用去开会 给人洗脑了 还要给人规定 你这个音乐 必须创作什么歌曲 要歌颂习近平 你这个舞蹈 你要围着习近平 翩翩起舞啊 营造着 到处阴歌厌舞的 大好形势 这些东西 你想看了以后 真令人感到 这个厌倦 但是却大幸其道 黄昆明 就是主导意识形态的 现在一个官员呢 我认为他操控这个文化艺术的手法 其实就是一种交易 什么交易呢 就是说 中国的音乐家和中国这个舞蹈啊 就这样这两个领域 和这个加拿大美国都不一样 人这个没有政治色彩 也没有人去拿钱 公款养着这些 所谓的音乐家 舞蹈家 只有中国 他成立一个协会啊 你看音乐家协会 肯定是有级别的 他这个布局是叫 全国文化艺术局联合会 下面这些可能就是 不是布局的 可能是 这个级别就低一点的啊 具体我都不是太清楚 肯定是 依次这个安排一些共产党员 总共的一些官员呢 表现良好的 甚至这个安全的系统 安全部系统的特工嘛 送送身份 在这些领域里面去掌管的大权呢 那么 音乐家呢 这个舞蹈家才会选择一批精英 就是你的能力强一点 但是你和共产党要勾兑 那么我们就给你发工资 用物质待遇啊 养着这些人 也给一个级别 这样长此以往 这样就等于是一种教义了 那么这个音乐家也好 还是舞蹈家也好 不要忧愁 没有饭吃 只要你各送共产党啊 这个所谓 用这王昆明今天讲的话就是 叫什么 叫牢记嘱托 铭记初心 你就肯定是过得非常滋润 对吧 管你这个歌曲的艺术性怎么样 只要是你歌颂习近平好 哪怕这个 这个节目是单调一些啊 这个 这个粗放一些 这个也无所谓啊 反正也不靠这个就是 这个去 在市场当中进入什么考验 检验啊 它和这个西方不一样 你看美国加拿大 我也 我在加拿大见到了好多这个音乐家 有的 那很有名啊 但是你看 它是不能以这个为生啊 都是大部分都是 有一个主业 就陌生的主业 比如说它是一个地产经纪啊 这个赫尔斯会计啊 会计师 赫尔斯工程师啊 业余时间 喜欢音乐 喜欢舞蹈等等 没有中国这样 说中国这些音乐家也好 还是舞蹈家 特别的这个 自在 但是同时精神上也特别的痛苦 为什么你没有自由 你跳舞的时候 你主题思想是什么 是习近平这个新时代 伟大的特色等等 这个你要是唱歌的话 谱写音乐作品 你也要什么呢 也要就搞什么 文化自信的 要这个表现民族的底蕴 要有自信飞扬的神采等等 你这些东西讲了半天 我都是基础那套东西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习近平特别需要什么 需要说好话 说好话也需要听 孙儿的歌曲 这个 卡拉顺眼的舞姿 他起这个名字叫 他用了个词叫 多彩音符 灵动舞姿 这完全是瞎胡 还要展现亿万人民的奋斗和创造 其实 你想吧 现在整个中国这个音乐节也好 还是舞蹈节也舞 我过去也接触过好多 因为我在那个 大连日报那个文艺部啊 就是做了几年复刊编辑啊 经常就是和他们打交道 和市里面那些什么音乐家协会 舞蹈家协会的人见面 甚至有一些在全国获奖的啊 我也采访过 我知道他们所思所想的 其实每个人都是希望 这个心灵是自由的 你才能创造出好的这个音乐啊 这个好的这个舞蹈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逐步的倒退倒是 什么就是跳中字舞的时代了 我估计再发展下去就很可能 恢复文化大革命的中字舞啊 对吧 但是只是你把毛泽东的词 变成习主席啊 也要三中于四五线啊 大街上小巷都是到处在跳舞 实际上这种状况 已经开始逐步的已经出现了 你看 有些城市晚上不用的广场舞嘛 那个广场舞你听一听 里边很多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那时候 那是极左的那些这个歌曲 耳熟能详啊 听起来就特别的耳熟 你一看原来是文化大革命 都已经这个经历过的啊 我记得那时候特别有意思 就是你到了大街上 这个都有一些人 这个不完全是老年人啊 包括很多的年轻人啊 就开始拼拼起舞 只不过跳的中字舞 就终成毛起的舞蹈啊 往往前面就有一个人 这个做义工啊 站出来领跳啊 我记得那时候在大连那个 这个中山路啊 丘陵公司啊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 丘陵公司这个旁边的街道上 就有银行 就在那里有一个 就地下通道 那个地下通道呢 有个小房嘛 那个房顶啊 就站着一个 扎着红头绳的啊 一个小女孩啊 她就带领着人们跳舞 你看那个跳舞的人 当时黑哑哑的一片啊 全部跳宗字舞 现在想就神经病 就是这个 精神不正常 但是那个时候去跳的 人们是 这个可以这样讲 跳的真是啊 入神啊 这个入情啊 怀着对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感情跳 我想可能 习近平特别怀念 那个年代啊 只是你们跳的时候 别讲别提毛主席 提习主席 如果能那样的话 那这个 黄昆明的工作 就干出成绩来了 我看这个 黄昆明这一次 在中国音乐家协会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舞蹈家协会 十一次 会议上 讲话这个主题思想 在推动着 整个中国 向这个方向发展 如果习近平在一年多以后 不退出 领导核心 干第三届 甚至干到这个 一直干到像他自己讲的 干到毛泽东的年龄啊 这个 纵神志 那说不定 哪一天 中国就回到那个年代了 在这大街小巷上 都是那些妖魔鬼怪观 鬼怪观 鬼怪观 扮的这个 这个舞蹈啊 人们听到的都是那种 这个 这个音乐啊 都是习近平特别喜欢的 全部都是颂养之身啊 这个的确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倒退啊 所以习近平所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 一点心也没有 就是在这个倒退到文化大革命的 那个年代了啊 因为他正好在那个年代里长大嘛 和狼来长大的 这个精神上受了刺激以后 一直没缓过神的 到今天把他发 发挥到机制啊 还配上什么呢 还是这个让这个现代高科技的手段 插上这个 插上这个翅膀啊 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啊 那将来你可以想一想 会不会将来发明一个搞一个软件 你每天必须跳几个小时 这个对习近平忠诚的舞蹈 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 你这个出门都不行啊 现在不都有健康码吗 到那时候可能舞蹈码 就是歌曲码 你如果跳舞这个表达忠诚的时间不够 不让出门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我调侃了啊 我认为这黄昆明啊 正在起反作用 实际上把这个习近平吹捧到天上 最后落到地下 就爬得高 吹得高 跌得中啊 将来的结局是 是非常非常负面的 那么今天呢 还在其他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